他是故意来kiss这颗黑球的 因为现在分数上呢 他落后很多 落后了有41分 而台面一共呢 加起来也只有43分了 所以他必须要来把黑球kiss出来 他才来打这一杆 这一杆呢 没打进 当然如果打进的话 机会也不会很好 机道 看这个球 球是漏了 但是呢 如果要回来找7分的话 41 打拉杆吗 我不清楚他回来准备是直接拉杆回来叫黑球呢 还是准备打一个6分的这个翻带 打进了 准备球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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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金龙跟傅家俊的比赛 傅家俊打到超分的一杆 打完 金龙就起来认输了 当然这个规则上 是绝不反对这种做法 但是我觉得呢 既然是电视转播 像PF的那样 坐在那里 等候这场比赛的最终的结束 或者是 等对方失误的那一杆的时候 再认输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觉得 很少有顶尖高手 会在对方超分以后 直接高辅 就等了 等到你的那一杆打完 就是金龙还是显得有些毛 看到这个调球有没有机会 好球 这球应该是吊到了 吊到了 看得到吗 偷一点赛 我还有进球 下球 哇 哇 导演好像跟这个 说话之间 不说话的吧 说切过去就切过去 想要往四分后面 没有钓到 莫尔克兰只是尝试把这个球推开 不让皮带伯登看到有掉它的机会 而皮带伯登呢 则是一定要表演一下 这个是想打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看 这个 马克林对付他的办法就不多 他就想说把球打到安全的地方去 要不然我就把球放在口上去 他连这件事也不愿意做 但是在这个比赛里面啊 就是即便不进攻 球也要打得凶 这个是一定的 刹车球 回来看看 好球 就是个好球 第一张回来 漂亮 五 9 9 哦 切底带 哦 切顶球啊 皮特培登也完成了这场比赛 马克林了2比0 赢了皮特培登 应该说虽然不是很精彩